中華職棒今天原本是兩地開打 但是呢桃園球場的Lamigo和統一之戰 因為下雨的關係是延到了補賽州再進行 對另外還要看到另一地有高雄陳青湖球場 是中信兄弟要對決一打的比賽 那麼犀牛呢靠了六局下半接連的安打是超前了比數了 所以中場以7比5收下勝利 中信兄弟和一打三連戰的最後一場比賽 一局上半中信兄弟就攻勢連連 面對楊頭許密斯 佩卓手打洗拳來打 替球隊甩銜破蛋 犀牛軍團這碗手臂狀況連連 也讓投手承擔不少壓力 相對趁機一輪猛攻打下三分取得3比0領先 但地主隊的反攻來得又快又猛 下個半局面對謝榮豪先是保送加安打攻佔一三壘 高國會這個內野滾地球成功護送三壘向的隊友回來得分 而且犀牛的攻勢可還沒結束 黃志培左外野方向的二壘打一口氣送回壘向兩名隊友 雙方戰成3比3平手比賽回到原點 第七棒的藍少白也不手軟 在步上一隻安打 一打4比3逆轉反超 所有犀牛二局下半再天得1分 但兩分的領先可一點都不保險 四局上中信兄弟側動雙道壘 沒想到方璇中要抓本壘卻來了一個大爆傳 陳子豪滑進向隊的第4分 而且一大內野守備的失誤還會傳染 三壘守黃之培這球傳了離譜 免費奉送對手1分 犀牛單局兩失誤也付出代價 向隊連桿兩分雙方5比5平手了僵局 六局下半易打率先突圍 先是林萬位得點圈友人的情況下 敲出40安打打回犀牛的超前分 接下來向隊中級投手羅國華登板 又被火哥張建民逮中 中外野平費安打 易打在下一城取得兩分領先 接下來易大牛棚接力守城 就靠著這兩分中場7比5 力退中信兄弟 敲出勝利打點的林萬位 也收下個人生涯第一座單場MVP 雨電TV總和報導